就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开解析 美国突然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象包括向莫斯科出售半导体的中国公司 以减少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俄罗斯军事武器 另外名单里还包括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家的企业和个体 一共追加了300多项制裁措施 为期三天的第五十届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 在6月13号展开前 美国前一天突然宣布将追加300多项新措施 主要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 阻止中国 阿联酋 土耳其等国家的个人和公司 与俄罗斯进行贸易 从而让俄罗斯更难获取关键技术 限制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 对美国某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实用能力 我们将提供了300多项新措施 和许多项新措施和许多项新措施 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已经对4000多家与俄罗斯相关的机构 和个体实施制裁 以全面阻断资金和军火流向莫斯科 尽管如此 俄罗斯依然不断重组供应链 新公司不断涌现 所以美国这一次特别公布了相关机构的地址 以便打击那些以不同名称在同一地址重新注册的公司 华盛顿也发出强硬声明 制裁目标不仅仅限于向俄罗斯运送 数百万美元关键零件的中国 阿联酋 土耳其等国家 美国将持续关注全球任何试图帮助莫斯科的企业 突如其来的制裁公布后 莫斯科交易所宣布将暂停美元和欧元交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对此回应 表示俄罗斯军方将会对这类敌意行为做出回击 除了东欧战事 这一年来中东局势也极为动乱 中美贸易战也持续胶着 由美国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等领导人 所展开的G7峰会议程成为全球焦点 到时 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负责人也将会出席 根据通报 峰会议程将会触及中东议题 预计宜巴冲突将成为焦点 而乌克兰冲突议题将在泽列斯基抵达后转开讨论 除了地缘证之外 议程还包括人工智能 地中海问题 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 马新车电视综合报道 最后一切的 colonialism 欢迎议程准备 کاoking ach 要